你 尤街扯你裙子的事 算我不对 这次 你扯 你走 我就脱光了 你 呢 这可是你说的 真无聊 大公主 裴思学来了 晴晴晴 你别跑了 晴晴你这是 裴晗 我正与夫人嬉闹 见笑了 韩绍君真是 与花园城男子不同 既然绍君身处花园 还是要改一改 玄虎城男子身上的猎戏 这本书 韩绍君好好学一学 好好学学啊 学就学 裴晗 你来的可真人及时 我有一大堆公文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你以后要是没事的时候 天天来帮我处理争务好不好 花园城女子当政 男子插手多有不便 这有什么 你又不是外人 走吧 批阅公文算人 我们绍君从小批到大 陪众她还没走啊 陪众她还没走啊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他们到底有什么好聊的 私刑大人最近处决一例 铁匠恶劣家庭暴力事件 铁匠 蒋家铁匠 其妻子长期暴打丈夫 丈夫多次申诉合离无果 终于忍无可忍暴打妻子 导致妻子心灵受到了冲击 不能接受被打现实 依花园城罚点 坐如下处罚 盼丈夫无马分尸 这 这什么啊 这 这男女也太不平等了吧 这男子怎么在婚姻里 一点保障都没有啊 在花园 男子三从四得 是被写进祖训的 丈夫对妻子出手 是极重之罪 那也不能这么过分啊 先不说男女在家庭婚姻中 本来就应该互相尊重 但说男子在社会地位上 那也都应该像你一样 不要因为性别而被区别对待 我 我不过是个特例 凭借的是我母亲 以顾裴四军的威名 成主的宠爱 还有你的婚约 不 你可千万别这么想 你能成为还原成第一个男私血 凭的是你的真财实血 在我心目里 真正男子就是这样的 有财实又不外露 大人温和 处事明理 而且还长得帅 显然就是男神 男 男神 怎么解释呢 男神 男神 怎么解释呢 就是 你让人接触到你 看到你的时候 就会不自觉地喜欢上你 怎么了 害羞什么 卸绍上楼台 不是 不是 佩恒 你理解错了 不是那个意思 就是我说的那个喜欢 跟你想那个喜欢 那不是一种喜欢 你想那种喜欢 欣欣 你不必解释 我懂 你 你不太懂 你不懂 你不懂 小姐 你怎么了 是不是心机又烦了 略赌 无法 属下刚刚打听过了 花园城正午繁重 他们一直忙到现在 孝城主担心佩思勛 回去台湾不安全 就吩咐下人 安排他在这儿住下了 原来我白忙一场 将他拱上少城主之位 不但没得他一句感谢 反教裴衡有机可乘 少君 这不是引狼入室吗 那就别怪我府邸抽薪了